明天上午就要開政察庭 中間要開政察庭就等於 今天小賴的媽媽 還有他們請的律師 就要把所有的激政全部看到 也就是在明天 明天有一點就是圖雄筆線 明天就要把所有的證據掀出來 所以剛剛講 為什麼高大臣 政察庭有這麼大的動作 為什麼他的律師 特別弄了一個聲明書 特別強調說 鐵陣斑斑 豈容 織首遮天 就代表這件事情 他們也覺得有很多詭異的狀況 跟著他講的 今天我聽仁和講才覺得怪是 一般來講你是高樓墜樓 高樓墜樓你歐卡 照樣講你已經完全沒有生命跡象了 他怎麼還會在整個 整個運送的過程裡面做CPR 那怎麼可能說你進到醫院 還幫你打點滴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寶傑你仔細看 如果真的是從十樓墜下來的時候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跟我們意向中完全不一樣 你看他頭好像是完好的 還在做心內褲 我還可以做心內褲 表示他的肺部還沒有塌掉 或是沒有怎麼樣的狀況 沒有重擊的那個狀況 他不曉得內褲已經斷掉 已經把內臟給刺破了嗎 對 那你看 還有包括說他的手腳 都完全完好的狀況 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大家覺得奇怪 這真的是從十樓掉下來 大家都不敢相信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高大成法醫 他去檢查他非常多次 有去做一些相關的這個勘驗 那勘驗之後 他也舉出了這個 相關幾個不合理的這個地方 包括說 他說根據這個 目前他得知的這個狀況是說 這個高中生他去急救的時候 在左手有施打一些相關的急救的這個狀況 但是他說他在右手 至少發現了七個地方 包括說像在這個右手的這個上背 在鼠西部啦 然後在右手的上背啦 在他的這個 包括說手掌這個地方 一共有七個 然後這個是不明的這個孔洞 他說剛好就是說 都是在靜脈血管上面 那你到底有沒有在注射什麼東西 他說他不知道 剛剛仁和特別提到 一般人你要注射在靜脈血管很難的 對 所以就說這很奇怪 為什麼你要這個狀況 所以那律師就直接跟你說 鐵證斑斑 齊榮 齊榮之手之類 所以他們現在掌握相當多的這個證據 而且相當多不合理的這個地方 好 那除了這個不合理的地方 就想嘛 這個急診打是左手 你看這是左手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那結果他右手你看手肘啦 手背啦 還有這個地方都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這個蛋孔油 非常多的這個針孔油 這個約莫是四個 那屬性部有三個 這個到底是怎麼出現 大家覺得很奇怪 另外是什麼 除了這個有針孔之外呢 他在頸部這邊有勒痕 另外上嘴唇有一個壓迫的這個出血 然後左手掌又有所謂的瘀青 這看起來的話都應該不算是 摔傷會造成的這個狀況 假設他從高樓墜下來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不明的這個傷口 那到底是從何來 這也目前也說不清楚的一個狀況 這也太怪了吧 對 那當然啦 這個檢防就說 沒有沒有 他這個為什麼會有上面這個狀況 是因為咧 我們他有一個戶警 因為他從高樓墜樓的時候 有一個戶警 可是戶警照理說 應該不至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傷痕 勒痕 那這傷痕從哪裡來 大家目前為止也想要知道 究竟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中間有講 因為你在救護的過程裡面 左臂右臂 我都有打這個所謂的針 可是今天家屬講 我們找了立法委員 找了當地的議員 我們把所有的從上的救護車 進到醫院 所有的影片全部拿出來 對 只有打左手啊 是 沒有打右手啊 對 而且根據高大成的說法是說 他根據他到院時候的這個 這個賴性高中車的溫度 他的溫度約莫是大概37.5度 他說一般人來說的話 死亡半小時 他會下降0.5度左右 所以他 但是他說他到時候 他當時有37.5度 所以他說他死亡的時候 可能有38度 那為什麼會這麼高溫呢 他的說法是說 可能有一些所謂麻醉的藥物注射之後 造成體溫上升 那體溫上升之後 他可能他判斷說 他死亡的時間或許 死亡的過程或許是快速死亡 那好像跟這個所謂罪流 好像又有一點鬥不起來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 當然家屬有非常多的證據 但是檢方應該有在 也在辦案有非常多的證據 現在就是看雙方對決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好 聽講說 原來這個靜脈注射 沒有那麼簡單 要不然就是醫務人員 要不然就是長期打這個 打真的毒仇 要我打 我連靜脈 我根本也都找不到是嗎 是啊 我們正常的一般人 我拿了個針頭給你說 我們自己打靜脈 怎麼打海洛因斯打毒品 我們打都打 不會打 一炸就炸到肉了 你找不到血管 所以我們每次抽血 他都先拍 拍出血管才會打 那我們一般正常人 如果說這激針 這一些都是在醫院上的 都在靜脈 對 都在靜脈 如果真的是醫院 在裡面打的時候 其實人已經 沒有性命的時候 你在打注射進去的時候 那個是會外溢出來的 因為你打不進去 打不進去 你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 你血液是停止的 你停止的時候 你打進去 他血液是往外溺出來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 我們講說皮下的一個 那個檢體 再做一個化驗 當然中檢 我相信他一定有掌握一些 特定的一些證據資料 我們當然還是以檢方 跟偵辦為主 只是我們的疑問太多了 孩子為什麼跳樓 為什麼結婚 為什麼有什麼想不開的 這些疑問他沒辦法解釋 再來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他這一些傷口 這一些針頭 你今天這樣 我真的是有人 他是因為 因為解剖報告出來之後 就一切真心就大白了 只是因為還沒有報告出來之前 曾經是有人懷疑說 他可能是不是有藥物 那藥物有毒 害這兩個可能 第一個用吃的 吃的 第二個用針打的 那我曾經講一個案例 活生性的案例 他叫聯國文 聯國文這個人判死刑 目前還沒有執行 他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朋友他之間經營一個賭場 懷疑朋友把他這個賭場給設局了 所以裡面一個那個賭場經營 負責人叫王冠仁 他就找了一個兇手 叫麥國偉 那這個綽號叫小麥的麥國偉 拿了槍在永吉路埋伏 等這一個王冠仁一下子 啪啪啪啪就打死他了 打死他之後 警方一查 這個出租車輛下來這個兇手 居然去到車行一查 這個居然是麥國偉 本人用本人的身分證就出租了 所以他身分曝光了 曝光之後他就反過來跟聯國文講說 我要跟你拿多少跑路費 那聯國文都在夥同幾個朋友 那其中一個兇手 還是我認識了30年的朋友 他這麼一群人就設下了局 把麥國偉就跟他的女朋友 王立鳳凱他兩個人先吃香鴨鎮 直接拿什麼安眠藥先吞下去 吞了安眠藥之後 加吞安眠藥 對 先吞了安眠藥 再拿那個氫化甲 然後我們毒魚的氫化甲 把它注射 因為他們都有吸毒的習慣 所以他們注射了氫化甲之後 再帶到平連的深山去把它焚燒 焚濕 焚濕的時候因為燒不完 所以他們再把它 載到深山裡面埋個洞挖起來 那為什麼這個案子會破呢 因為警方找不到這個兇手 這個小麥的時候 所以剛剛我剛講了 我認識一個快30年的朋友 這個姓黃的 綽號叫黑人啊 他是一個毒蟲 所以他很會 因為他是以前我們獵館的毒販嘛 所以很會找那個靜脈 他就跟警方攻深 他說因為我們當時是先餵他安眠藥 然後再由我來幫他注射 那檢方是因為解剖之後發現 餵裡真的有大量的安眠藥 第二個血液那沒了嘛 就從他的檢體裡面真的查出來 有氫化甲的毒品 那所以這次高法醫 所以如果是查得到的 查得到 絕對查得到 因為他沒有燒完屍體 所以裡面很多的血液流過的東西 你還是微物激正 絕對查得到 那所以現在目前高法醫他的東西 質疑的部分是不是完全正確 或者是說中檢他掌握的部分 是不是完全正確 當然我們不敢去評論到底誰對誰錯 只是說對這個孩子莫名其妙的往生 你如果用一般的自己親身而結案 我覺得是對不起社會大眾 你親而交代 而且你還特別提到 你不講我也不懂 是說一般來講 如果你是高樓墜樓 高樓墜樓如果在現場發現已經死亡了 已經死亡的時候 那你照樣講 你不應該是 你應該是把他整個封鎖起來 那你應該把他弄了一個 等於說把他給遮延起來 那這個說你墜樓了以後 我還在這個所謂的救護車上面 給你做這個所謂的心肺復甦 然後進到了醫院 還幫你打靜脈注射 包括我之前我講的一個 景美的一個某百貨公司 樓上七樓下來的那個 也是直接送到停車間 我去幫他拍照的 所以我說他們送醫院是一個過程 絕對要送 但是你必須警方通知檢方 跟法醫現場相驗 但是你沒有相驗之前 他是不讓你動的 我們會圍一個封鎖線 會設一個帳篷把它蓋起來 那如果說 因為你沒有完全不知道他殺 或者是自己自殺 就是因為是非自然死亡 所以你送到醫院 他只是說把遺體移開 那地上畫一個人形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一直百思不解 為什麼這個賴性少年 他在車上 當現場的那些醫護人的救護人 119的這些同仁 應該知識比我們還懂 他到底現場是不是已經死亡 或者是未死亡 那為什麼要幫他做急救的動作 這些是很多問號 沒有辦法讓我們得到解釋的 好 所以瑞德 這個案子為什麼引起注目是 他真的太曲折離奇了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我採訪過很多的命案 那麼命案有時候必須在 於不移處有移 比如說我具體簡單的例子好了 三十幾年前在萬華山水市場 龍山市門口 現在的捷運 山水街 山水街 有一個遊民被發現 那麼後腦有這個傷口 然後沉濕在這個一個攤位的前面 然後後來因為旁邊就是一個 這個等於說這個攤位 那攤位就是會有邊邊角角 所以後來驗屍的結果 你知道怎麼結案嗎 認為他是意外死亡 不小心喝醉了 因為旁邊有那個酒瓶 所以認為他喝酒了 要砰 跌倒 撞著就死了 三天後兇手出來向萬華分析投案 他殺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給大家一個教訓就是 不要以為你看到的就是真的 有的時候有些命案 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有些你會以為是意外死亡 像剛剛講的山水市場的這個命案 如果那個兇嫌沒有出來投案 就這樣結案了 然後永遠死者 等於說寒冤未白 沉冤未血 永遠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台灣也有發生過 真的是衣冠禽獸 為什麼呢 他專殺自己的子女 而且三個人 三個子女多殺 為了要詐領保險金 後來我們保險金不是有一個小朋友 只能有兩百萬而已嗎 那麼事實上他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兇手呢 那麼叫做李明璋 那麼這個李明璋這個兇手呢 先是因為欠錢 所以呢 第一個殺的竟然是自己的兒子 他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啊 然後他把他帶到這個 等於五股 這個那個 五肚的相關的火車站呢 晚上的時候 五肚火車站的時候 把他帶去坐火車 騙說是要去找這個他自己啊 李明璋當自己的岳母 帶去了以後呢 那時候都天很黑 看不太清楚這樣子 他帶了自己兒子走在鐵軌上 火車不來了嗎 火車來的時候 小孩子不懂嘛 小孩子不懂 等到火車靠近的時候 火車看到都來不及的時候 大人跳開了 火車就把他的兒子給黏過去了 兒子就就死了 死了以後呢 他竟然詐領保險金啊 成功 所以他死水滋味 後來用這筆保險金呢 在南港 在南港弄了一個餘溫啊 就沒想到餘溫經營不利 又虧本了 又虧損了 怎麼辦呢 他竟然把自己的這個念頭 想到了自己另外兩個女兒 你知道嗎 他去幫兩個女兒 那麼投注了大筆巨額的保險金之後 那一天還特別帶著女兒 去看廟會表演 去看什麼 他幹嘛 他要製造說 我很疼這個兩個女兒 戴著禮拜天 帶他們到這個地方來看啊 然後晚上很晚的時候 回家 但是呢 他遇到人就跟人家講說 哎呀 我半夜的時候要到桃園去 我要去這個餘溫啊 要去補 把這個魚啊 把它弄回來啊 來養魚苗等等啊 所有人啊 很多人都知道 他半夜要離開嘛 結果呢 在隔天早上四點多 他家真的化身佛景 你聽清楚哦 各位聽清楚 有的時候跑社會新聞的時候呢 一定要非常注意就是 不要太相信你聽到的 為什麼 你看到的你聽到的 還要用你的智慧去這個 等於說研判 為什麼 因為佛景發生的時候呢 兩個小朋友在裡面 醒來了又發現火警嘛 出不來 門被還鎖 那門被還鎖 那你要聽清楚哦 門被還鎖 但是後來 後來進到火場裡面呢 消防隊發現 裡面的門呢 事實上呢 也有這個等於還鎖的兩個門 前後門都還鎖跡象 告訴你什麼 告訴說沒有外力入侵嘛 要不然我問你嘛 門出的還鎖 誰怎麼凡鎖 兩邊那個酸子都酸進去嘛 前後門都酸進去 那是不是就沒有外力入侵呢 那再加上這個 行程四點多發生火警的時候 這個爸爸人在哪裡 人在中壢 在桃園 所以是不是有不在場證明 本來這件案子 有可能就這樣跪啊 你知道嗎 是為了什麼 那麼會露出破綻 是因為他太急了 他太急了在隔天 你都還沒有來得及 去幫你兩個女兒收屍 然後幫他辦你後事 他就找保險公司 人家談理賠 你知道嗎 所以保險公司 就跟警方反應說 怪怪的喔 怎麼會這個樣子 第一個兒子是這樣 那兩個女兒也是這樣 後來才查出來 他早就預謀很久了 用延遲點火的方式 然後呢 那麼再把前後門全部反手 鎖死了以後呢 自己再從閣樓一個小窗戶 跳出去 然後沿路 讓這些在他去火車站的人 讓這些所有的人 都看到他人 那麼有不在場證明 已經到了中立 想藉這個機會來營造 他有不在場證明 所以誤望誤眾 有時候也不能太相信 你所看到的證據